你为什么问我呢 哎呦我问小哥你回答就好了呀 小姑娘你天天你想啥呢 好奇怪呀你把我带出来 为什么会把我带去看房子呢 我就是因为我本来我自己就要 可能要去逛逛的 知道吧今天 但今天确实你看咱们乐山大夫 今天周末对吧 乐山大夫全是人 可能排队得排三五个小时 起码三个小时得排吧 真的咱们周末家们乐山大夫人太多了 我不能带几年去玩的 但确实没办法 然后我就改变主意嘛 就可能带几年 就几年底陪我去看看房子 可以吗 真的呀 真的 我想一下真的在哪里的那个楼盘好一点 我问你问题 你刚刚说那个 我看一下他们说啥呢 咱们周末家吧 昏房你们说啥呢 一天天的 昏房都来了 你们真会说 这啥这房子名字你们都给准备好了呀 叫昏房啊 你们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昏房真的是 没关系的你不用紧张 叔叔不是我不会就没有说帮你买东西 不会帮你买的 我不是之前答应过你吗 不是 我觉得你好 叔叔我觉得你好佛系啊 刚刚就是我们出来的时候他都没有说直播 因为昨天答应了叔叔阿姨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真的没有任何的排列也没有别人直播的话有有准备 叔叔是什么准备都没有 然后就说开就开开了之后我也不知道干嘛一会说要去乐山大佛 我现在要去看房子我都快被你弄了 那我用你手机开个导航呢 你拿你手机打开我打开过来 我让今天因为我的手机开着直播在哈 咱们主播家人们 然后我就可能我只有拿用今天的手机开个导航了 呃稍等一下哈 稍等一下哈今天 那今天你想不要去吧 啊我不知道你陪我嘛你你能陪我今天虽然周末嘛就可能输入再用一点你自己的时间就陪我去逛逛看有没有好看的呀 可以吗啊看房子呀对呀 哼怎么了看房子坐电梯 他看房子在室内呀干嘛不开房了 欢欢迎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哈 今天咱们呃带几年出来玩了哈 现在咱们直播间多少人 直播间7万人我的天7万个人呐 是这样的我们本来今天哈因为有很多新进来的家人们 我给大家讲一下 今天咱们准备带几年去看勒沙纳佛的一个景区特别大的 现在他又说去看房子然后但是今天天气太炎热了 40多度咱们刚刚室外待了一会直接被塞成了落塘机 然后我们所以说我现在临时决定就可能带几年呃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 今天你帮我看不是 我是不是不不会给你买的 知道吧我问你哈今天如果以后你有钱了哈你买房子你会买 就是凌江的因为凌江嘛他可以看到风景看到河边那个风景好一点你会喜欢风景好一点的还是风景呃就是说在城市中心的 你会选择哪一种啊啊啊啊你会选择哪一种风景好的你会喜欢凌江的吗啊那就好那就好 也行我好像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有个楼盘好像他们就是靠近江边的来咱们今天今天就先去看那的可以吗 哼怎么了嘛今天走嘛去看一下嘛没关系嘛你不是要去看啊看啥看风景吗今天没有呀今天那个我到处看了一下这乐山哎因为现在室外到处他在乐山这边的景区的话都已经没了都已经去不了了全是人你觉得呢 欢迎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们哈大家下午好下午好今天他现在犹豫因为他从来没去看过房子 所以说早他也不知道现在该不该去哇现在咱们直播间7点2万呢这么多人今天 没事的你没去过你别紧张嘛你跟我一块你怕啥啊 我叔叔现在先跟你和你一块咱们先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如果万一有呢对吧那以后你如果赚了钱呢对吧你就可以有自己也有自己想买的房子的要求就可以以后的话按照这个要求去买可以吗 好有点中暖的感觉呢有没有哇我还好有点猛飞太阳秀四十四十多度然后我就站在太阳下站了一个小时我穿着长裤子 穿着长裤子 我说这粉丝福利也太给力了吧居然真不怕7万多人看房子那也太不够张了 没关系吧今天 我给我一个朋友打个电话我问一下他们这乐山什么房子好一点 好不好今天你跟我一下 喂喂 我这个你在控不控 你那个我那个靠江边的那个有一个楼盘你现在先过去吗我现在我马上过来我过来我看一下啊怎么了走吗你去吗去我待会跟你说啊走吧走吧啊你先对对对你先过去你先控不控吗 你我最好你如果你控的话是最好的你电 你电行行行那你叫你的你的电上的一个你叫个安排个工作人员过来啊啊你安排嘛啊啊 ok ok ok你叫他给我打这个电话因为我另外一个手机我在直播我再开直播我那个手机就不行啊那个手机真的我那个手我那个手机在开直播你现在你打我现在给你打的这个号码啊不用不用我现在已经在过去的路上了你叫你的你安排一个你们呃一个接待你在门口等我就可以了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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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我们今天的话准备去看房子 看房子和吉林在一起一起去看 真的没教的 真的 怎么了 我不能带你去看房子吗 今天你找个特战所以看房子的 主要是咱们现在这不是不知道去哪吗 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你说呢 去看看吧 可以吗 就前面马上到了啊 来咱们主播间说一下嘛 大家我现在今天去看房子 大家愿不愿意等一下 大家愿意等的就打个愿意 因为我开车可能还得开个五分钟 五到十分钟 知道吧 因为现在今天在直播 我的话我得开车 没办法 我就可能只有这样给大家聊聊天 咱们得开个五到十分钟的车 大家愿意等打个愿意好不好 好不好咱们直播间家人们 他们愿意吗今天 他们我也不知道他们去不去 你们去不去 要去的话你们就打个去 来咱们直播间家人们哈 因为说说 就这样讲哈 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 你们也像今天的家长一样的 也是小姑娘的一个大家长 也包括咱们去看房子也好 你们也帮几年 不是不是帮几年 就是帮咱们 也不是帮咱们 帮帮我帮我帮我看一看 好不好 你们觉得可以的话 我可以 我就抠面可以考虑 就在这边看买一个 买一个 然后用我家里住的现在比较远 买个近一点的哈 以后如果今天 今天你看你 你如果有喜欢的 你可以给叔叔说一下 知道吧 你待会如果看到房子有喜欢的 你就跟叔叔说一下 可不可以 可以吗 你喜欢的你跟我说 我我买来你以后可以 你可以来玩呀 对吧 对不对 怎么了今天你感觉好好尴尬呀 怎么了今天 哎怎么呀 哎有个盖子 怎么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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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愿不愿意等 去他们说去吗 可以可以 你们说去那咱们就去哈 去去房是什么呀 对对对 好像是一个学区房 那边就是一个学区房 他们的学区房便宜一点 哎不 学区房的话还不便宜 我跟你们说哈 咱们主观家们 就在现在因为乐山这边 现在发展的挺快的 他们这边房子 已经没有什么好的新的楼盘了 然后我其实我也不懂 但我最近我在研究 我知道有个楼盘 因为今天他说他喜欢靠江边的 然后我刚刚我研究了一下 有一个地方 他就是临江的 风景特别的好 然后第二个他靠近万达 离万达也挺近的 然后的话旁边也有学校 然后就挺好的哈 我觉得那个地方挺好的 然后我可以带今天去看一看吧 行吗 今天我们去看一不满 真的要看 你说呢 你说你先不要去 我怕 直播的话 但是人在那看别人会不会说呀 不会的 没事的 咱们开始直播又没关系 这就是啥 对吧 咱们主观家们 咱们开个直播 也没关系了吧 但是要坐电梯会没信号呀 没关系 他们可以等 你说去不去吧 你说去就去 我不敢做决定 那你拿着 你自己去吧 喂 啊 我现在在路上 好好好 好嘞好嘞 OK 啊 说啥呢 他说啥 他说他那个老板在那等的 好吧 嗯 我这个说去就去 肯定的呀 说走就走呀 对吧 咱们主观家们 咱们就是说走就走 你看我好懵呀 我是真的懵的 今天 你难道就不想以后 你在这个城市里边 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吗 嗯 想不想 啊 就说有没有过这个想法吧 问你啊 有 有 有呀 有就好 有就好 哈 那就行 那就行 快9万人了 我的天 9万人哪 啊 这么多人 哇 这什么礼物呀 有人送礼物吗 啊 我看一下呢 谁送的 欢迎咱们星星直播间 所有的家吗 谢谢大家送的小礼物啊 现在咱们直播间8点6万人 这么多人 因为今天带几年去看房子 本来说带他去玩的 去乐山大夫 然后咱们临时改一个主意啊 就去看房子吧 因为确实 这乐山室外的话 也没啥好玩的 欢迎咱们星星直播间吧 他才工作 都去看看 去带了几年见见市面吧 因为我觉得 看房子也好 还是看车也好 也都可以去看一看 万一以后 他说不定也会买 对吧 人家他自己也会买 万一以后 比如说人家几年以后 有经济条件了 对吧 你先去感受一下 先去体验一下 然后以后你去买的话 你就有经验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在车上啊 因为这个车上的话 也就开车肯定会开一会儿 这个地方有点远 有一点点远 今天今天不开心 没有呀 今天他是有点吃惊 他刚刚有点懵 他现在还是懵的 就是整场直播 叔叔阿姨哥姐 就是没有任何的准备 就是很佛系的 就是很真实的 想就是在干嘛 就是在干嘛 没有任何的排列 也没有任何的准备 所以我就很懵的 就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今天